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益率曲线倒挂对于经济来说是看跌的信号 认为美联储局应该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1.75%到2%的目标区间 本周报告第二季度的业绩的大企业除了银行股还有高科技股 在下个礼拜开始也是标普百将有大量的公司爆出业绩 现在回归基本面是投资人所注意的两项之一 一项是业绩另外一项是全球的贸易战的演变 这个就是今天经济以及股市的缩影 谢谢收听 中文投资网讲师Brent及Kingsley 讲述比特地交易学院交易平台开始使用 由世界台商总会长Tiko Lin 创建的台舞协会 宗旨为妇女朋友身心健康 借着舞蹈达到运动健身的目的 舞出自信的人生 GMCC换通贷款介绍RSU不满两年 DTI到49.99% 也可以带到Jungle-Long 请于7月21号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美乐漫谈 挡不住的麻辣诱惑 回味无穷的川菜经典 老赵川菜馆暑期推出 爽口凉菜麻辣双脆 忧感十足的香辣牛蛙 绵绵细致的香辣老花 格外麻格外辣 去世健脾好开胃 让您在延年夏日 美味尽留唇齿间 老赵川菜 魏雷的艺术大师 做出来的品牌 吃出来的口碑 三家分店 Montenview Summertail New Peters 欢迎订作来电堂食 卓越人生 理财有道 杰丽倩理财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请到了卓越国际税务 和财富管理集团的 副总裁杰丽倩 杰丽她是MBA工商管理硕士 国税局的注册税务师 国际注册财务顾问师 大学教育金财税规划师 百万元桌连续八年多倍 Top of the table的顶尖理财师 另外 杰丽还是2018国际百万元桌 主委会指定的全球金融理财 顶尖华人演讲的总设计师 和总负责人 杰丽你好 杰丽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杰丽 听说最近 Senthal C批准了屋主 加建新措施 请帮我们update一下好吗 好的 在6月19号 Senthal C的市政府呢 批准出台了大力度的措施 就是鼓励屋主呢 加建Accessory Dueling Units 简称呢就是ADU 很显然湾区呢 将开启全面鼓励屋主 加建ADU的新的篇章 那在各个城市 如何合法的加建 最大建1200尺三房呢 如何出库改成独立的居住单元呢 如何让您的土地价值最大化 未来房屋出租销售两相宜呢 我们昨夜财税呢 特别携手ADU的建筑专家 为您面对面的讲解答疑 包括项目的评估 施工图纸的设计 政府批文的申请 房屋加建 施工的管理 还有就是住宅商业翻修等主题 卓越财税携手ADU建筑专家 将在本周六 7月21号下午6点 举办如何利用ADU 挖掘您的后院新金矿 讲座报名877-253-8288 877-253-8288 建议如果ADU建好了 如何将增值巨大的房产税务最优化呢 是的 高房价和ADU后的更高的房价意味着资本利得呢 也在创新高 听众朋友 如果您有自住屋便出租屋 出租屋便自住屋 曾经也是加建改建扩建和重建过房子 如何拿到税务优惠最大化呢 另外呢 有没有不做1031交换的延税方法呢 有没有人在的时候就进行税机的step up呢 如何计算房屋的折旧和返回计算 重新提高税金 还有LLC拥有房地产的好处和局限呢 欢迎们 美国呢 没有免费的53 但是呢 有延税减税免费的折扣券 听众朋友 建议他拥有四大专业的财务税务执照 特别是专精房地产税务的顶级专家 卓越财富吸手国税局注册税务师 将在本周六 7月21号下午6点举行 讲座内容包括 如何领取房地产严税减税的折扣券 讲座报名 877-253-8288 877-253-8288 Jenny 帮我们update一下最近新的退休规划好吗 好的 现在啊 保险年金公司啊 简直是疯狂惊喜大派送 送开户红利 22%还不够 还有25% 30%红利的 还有市场参与率呢 也高达175%和200的 那最近呢 很多听众呢 来咨询25%的红利和 175%的参与率 到底利益在哪里呢 是的 175%是按照账户本金的1.75倍 而不是本金加上红利的1.75倍 另外呢 它的退休的payout比例很低 只有4% 所以呢 这是物理看花的关键地方 很多听众呢 是没有仔细分析对比 就盲目的投资是不明智的 卓越财税 新手国税局注册税务师 和资深理财师 将在本周六 7月21号下午6点举行 讲座内容包括 1.如何利用ADU挖掘您后院的新金化 2.房地产巨额增值的合法 延税减税策略 第三 自住变出租 出租变自住的结税规划 4.不做1031房屋交换的延税方法 5.人在的时候就进行税机的step up策略 6.市场再创新高下的各种财务规划 谨慎投资比较 讲座报名 877-253-8288 877-253-8288 谢谢坚尼 谢谢周乐 听众朋友 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离不开周密的税务财务规划 希望下一个财税赢家就是您 也期待在本周六的讲座 见到您 德利昂地产夏日买房冲击坡活动隆重启动 单在7月9号至7月26号 购买德利昂上市房产的买家 都能享受到下列超级套餐选项 NAST兼容性温控器 可通过智能手机监控的视频摄像头 可远程监控的视频门铃 请致电650-368-8688-368-8688 洽谈详情 更多详细内容 请浏览网站 www.lillianvealty.com Bowford Day Spa 由美容专家Grace 治疗各种黑斑暗窗 及暗窗疤痕 抗衰老 去皱纹 减肥等各种美容项目 专精纹绣韩式眉毛 美铜线3D风唇 Bowford Day Spa 电话408-861-0886 408-861-0886 4314 Moore Park Avenue San Jose Bowford Day Spa 让您永保青春 永远美丽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喜欢定存的朋友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保险公司的定存利息又上涨了 三年定存固定利率3% 五年定存固定利率3.8% 七年定存固定利率4% 跟银行的存单一样 可每年拿利息 有加州政府监管 让您放心 如果想了解更多详情 请咨询资深理财顾问Sabrina Chen 电话415-602-0347 415-602-0347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细古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我们谈一下中医 那在中医方面 我们请到的是 宏伟中医诊所的负责人 Angel Liu 来到我们这节目现场 Angel你好 你好 周乐 好的 我那天看到在WeChat上 您PO到您诊所的同人 相处都好像是一家人一样的 你知道吗 这个在工作上 每天我们要花七八个小时 在诊所在一起吗 彼此之间我们要Respect的 要喜欢 这样能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 真能量的释放 每天你来诊所的时候 特别开心 所以我每个月请一个专业 给我们诊所拍照片的 然后每个月给我们诊所 拍一组照片 蹦蹦跳跳的 我们有些拿着罐子的 有些拿着匣子的 有一天我很crazy 我拿了一个 那个长桥的这个 把罐子打火机 向前一冲 然后就做各种pose在一起 当然是很自然的这样对 另外我觉得说 做这个是蛮好的 因为我们中医嘛 我觉得要成为系统 其实在2500年前 黄帝内经把中医里边的 推拿呀针灸 都已经成系统化了 反而我们坐着坐着 我们就没有系统了 所以这些照片 post出去嘛 大家都很开心 觉得说哇哦 这个传统老中医 还可以搞得这样子呢 我们带着各种造型 连我女儿都加入了对 所以尽量就是搞得 这个融差一些 是 做事情的时候呢 很有力气 开心 对 对 这完全就是 现在和未来的一种趋势 是是 我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今天想问你 Angel 好 刘医师 OK 第一个问题就是 您提到在2500年以来 中医的演变啊 一直到今天 那那个时候就已经有 黄帝内经啊等等的 也有中国流传到日本 流传到韩国 那您觉得2500年之后 如今的中医 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 也自我的进步等等 现在中医 就是剂人的这套功夫 这套学问 当然是源自老祖宗 现在有比过去进步吗 怎么样子讲呢 我觉得过去的人吧 我觉得就是 过去的社会比较单纯 天人比较合一 怎么讲呢 就是人比较 发露大自然吧 嗯 我们现在就是 属人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追求的东西 非常的复杂 嗯 你知道每一件事情 都会花出你一份精力出去 在过去的大一 他们是对病人的 这个救死扶伤 是有一个非常 mercy的一个heart 我觉得说 所以做出来的 我 人心的 人心 比较单一的方向 这比如说吧 我觉得就是说 就从 我不能说 我也是真推专业的 但我不能represent 因为咱中医 很多中医的 那个中药啊 中医有很多高手 在北area 嗯 给你们讲 我很佩服你们这样子 哈 我去讲的时候 我只能从推拿这个角色 就是这样子方面 在推拿这个角色 因为我是课班出身 再加上因为家族上 做这个事情 也有一个 我讲过多次的一个story 所以对这一方面 我比较有passion 嗯 追求的也是 我就每天告诉我自己说 当我去 像电台去讲座的时候 whatever上大学里边 给他们去教书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的心说 我要有一个 很平衡的这个心态 就是不能极端 不能就是说 要要站在一个 就是比较 比较就是说 稳 就是稳定 靠谱的去讲这件事情 所以这样才没有偏激 是 今天主要给我们来讲的主题 是什么 问题没回答完 请继续回答 对 我说 我就讲说 现在的就是 我举例我哥哥吧 他双目失明嘛 但是唯一的出漏 唯一的passion 唯一的热情 这样对 你说咱能做得过他吗 所以我要说的话呢 现在的中医 我自己感觉和以前相比 应该是 一直在退这样 对 在退局 我们就是 但是我们中医 真的是博大精深 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我年岁的在增多 我觉得我对这个专业的passion 越来越多了 比如举例子说明 就是说 以前吧 我们练功的时候嘛 我们就是 死死的练 练到浑身疼 很讨厌啊 但是我是喜欢 但我心里边有负面的心态 我记得那时候 练功的时候都有口诀嘛 或者我们学医的时候 有口诀 叫 理论知道时间 实践东不断的深化理论 理论知道时间 十万经不断的深化理论 这什么呀 为了考试嘛 别考错 填歌填错了 现在我跟你讲 这个拔罐子就挤 我就这个拔罐子啊 以前我们学拔罐子的时候 就拔罐子一个秀为一拔 但是你知道我做多了之后吗 我们就选手的拔罐子 我在几年前的时候 开始把身上抹上油 为什么呢 罐子是一种负压 当我抹上油的时候 拔的特别均匀 就收得很快 然后就皮肤摩擦不多 然后后来我又慢慢的在 皮肤受伤也少 也少 它倒不是受伤 就是它均匀柔和 能吸入的很多负压嘛 负压这个罐子 就是把你的 就是那个血液循环的 有些地方堵的地方 通过一个负压拔 拔出来 让它代谢出去 就不再block你的身体 你的气血循环 上头脸 很快就会加强很多 第二个呢 你知道 拔罐子这个东西 就像推拿的拿法一样 拿法拿住的话 其实拿不住肌肉 只有肩颈穴的时候 才可以拿得住 别的位置一拿就跑了 这样子 但是咱一共两只手 能拿几个地方 两个地方 但如果抹上油 放二十个罐子 我同一时间可以拿 七分钟 七分钟 这个拿完之后一松掉 我拿三轮 多那个扭伤啊 很多腰扭伤 急性腰扭伤 那简直就是 我们叫板状腰 板状背 整个人身体 就是属于那种 控制不了的一种 就是收缩 那我拿三轮之后 我在去矫正的时候 一下子就过去了 我要讲的是说 主要看你的心态 咱不能说现在和过去 你的motivation是什么 你到底是 想在这行业中 是为了帮助人呢 我们不是说救人 因为我做这个行业 说救人这个东西 有点太夸张 因为就是帮助人家 因为咱这做果汁的这个专业 古商科儿科内科 说白了不耽误吃不耽误喝 就是生活的quality 不行 他就是疼啊 那解除病痛嘛 刚才我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不能这样谈 还是看人 如果这个人的人心 他放到一定的level上 我相信对他也是一个 非常极大的一个祝福 专科出身的人数 肯定是不同 对吧 这个比半路出家的 就是有不同 不能一杆子打死人 也不能啊 不能 因为前几天 有一个人问我说 那在美国学的中医 那能赶上他们渣吗 我说 一切尔巴尔特 这个人的heart 你知道吗 如果这一个人 你这个话说的真公平 一切尔巴尔特 他heart 这我跟你讲 在家里边你知道吗 他偷着学都能学得比我强的 你看他 他出了多少力了 如果我们专业学院 也有出来之后 现在我跟你讲 女生做古商科 现在全学院里边 我几乎一个人是最坚守的 我每个月posting 这些照片的时候 我们那些学院的同学 昨天有在别的国家的时候 直接说 我佩服死你了 你还在坚持着呢 你知道吗 一切尔巴尔特 这个人的心 因为我认识有在美国 是不是科班出身 中间转路的 就是有一位韩国医生 他因为母亲得癌症 后来去学这个专业 本来他在电脑工程师里边 管着亚洲的整个片区 这样对 他每天熬夜的去读这些书 另外他不死板 我也认识了 有钻到书中出不来 在一直读读 纸上读了很多东西 bookly smart 等对人的时候呢 就很sensitive 就是这样子行不出来 临床经验就稍微欠缺一点 对 所以我就说 不管是半路出身 还是咱专业出身 专业出身呢 我们感恩于我们的优势 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了 这样子 就是跑得比较早 你知道吗 那后来出身的笨鸟 先飞吧 人家要是努力的话 说不定比咱做的还好呢 所以 fairly讲就是 motivation 它是过去就是为了做整个专业 说哎呀没有收入了 我学个老中医 出来之后 你看红霞过去 一看二十三十多岁 化化妆 一看好年轻 front desk 我去了之后 这个白发苍苍就老中医了 你需要把他害 我们不能一杆子打死人 对 是 周乐今天没准备 今天一天出了几十个病人 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跟你讲 我这要感谢你 跟你在 因为这个节目做得好啊 今天 今天有一个 替我们电台增光 你这个 今天有两位病人说 你这个电台节目讲得非常好 哎呀我说 说实在 我讲节目我都不听哎 我说 那你觉得 你没空 他说 对 他觉得哪里讲的好 他说 周乐讲东西 还都是非常属实的 周乐讲东西 都是非常 切合实际 两个病人 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我给你汇报一下 另外有一个王先生 今天来我们诊所 是第三次 我跟他做治疗 已经推荐了 两位病人 然后我就 他说 他要近期 真的推荐十位病人 还要打电话过来 感谢你这样子 对 今天把他的儿子 也带到我的诊所过来 18岁 让我跟他做检查 所以呢 首先 2017年对我来说 不管是personal life 还是我的professional 这个诊所的life 都是一个很challenge的 一年 去年 对 就是已过 一切都是新年了 对 今天快乐的心情 那个我就说 要做更多的positive的转变 要把一切面对的压力 换成一种动力 就是我们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所以我要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呢 这几天做的一个positive的改变 是什么 我挑进游泳池 游了30分钟的泳 然后 好棒 一定要做positive的改变 我就要改变自己这样子 另外让我要 Burn的长跑队去跑步 哦呀呀 马拉松 对那个马拉松以后的事 我现在跟着跑 能跑多少跑多少 哇 总之以前没跑 鞋子要穿 对呀 一定的 一定的 对 我这个人不喜欢跑步的 你知道吗 但是因为我很多病人都是跑步的 然后我觉得 哎呀 不要说你不喜欢吗 就是你的心吗 就趁着你的heart吗 就去坐吗 你的腿啊 你光连上身 你那个腿啊 太wake了 那positive 我去跑步 还有什么呢 这都是关于身体健康方面的 关于诊所的 我呢 这个星期给我的员工 已经开了两次会了 两次会 我就觉得说 我在我的自己的记录上 第一页上写 爱我的员工 就是要training我的员工 爱我的员工 就是做positive的一个转变 就是要做一个leadership be a boss 你知道吗 不要总是心里边 哎呀 好像对病人一样 好多爱 不好意思说呀 不好意思管呀 所以呢 就是各方面的training 今天不瞒你说 我们做的training 就是有关 respecting your work 就是respecting the patient 怎么样要让你的身体 每一个部位讲话的时候 让你的病人感觉到comfortable 而且进入诊室当中 如果说30分钟的治疗 在你进去的那第一分钟和30分钟 你要按时进 按时出 就是一个meeting要start 和finish都要on time 然后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 你要find out病人的需要 要聆听 is not a body is but a patient 这样对 另外呢 我们也选了就是有计划 有针究当中有leader 每个星期要怎么样做更好的performance 怎么样子就是让我们的病人有更多的受益 那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工作的一个负责 对 所以在过去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就是跟着大家hire过来说push人家push人家 但是我没有training its not a fair 你知道吗 另外就是说在技术上 在我一个星期 我就会在诊所只工作 physically 三天时间 因为我要花两天的时间 training我的staff staff就是说我所讲的 比如说 whatever 肩翘炎啊 网管综合针啊 网球肘 高尔夫球肘 小儿肌肉斜精 坐骨神经冬 分几类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这个动作会好 这个动作不好 这里边是什么肌肉 什么神经 哪个神经支配的这个动作 为什么网球肘交 就是他外翻的时候 他会受 内旋外翻的时候 他会受伤 用什么方法能让他还可以持续的打网球 而不受伤 所以我就说 我会做就是在诊所当中 training training 做professional的training 手把手的training 争取让我们诊所的每一个推拿师 这样子能更上升一个level 然后呢 就是说 因为推拿这个东西 非常博大的精深 很多人就是有knowledge gap 我估计包括你 包括就是我身边的好朋友 说说啊 你这个按摩 其实按摩也是推拿的一部分嘛 按摩是推拿的一部分 一部分 非常小的一部分 按摩其实不属于治疗 它属于保健按摩 在美国所用的 舒缓 对 保健按摩里边又分运动后的恢复按摩 另外又分彩敲美容按摩 咱们在美国做的大部分叫油推 这是属于保健按摩当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这样子对 当然我做好的话也真的也benefit了很多病人 有时候我也想让大家给放松一下呢 咱不是说这个不好 但是呢我们 我股仓科的推拿远远远就是超过于这之上 所以呢我今天我就觉得说我们就不讲什么病痛了 我就讲一下新计划 对自己的期许 然后对诊所的希望 对对 然后有什么改变 对对 这个很好 对 对我要positive 另外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病人对我们诊所的大力支持 这个星期一星期二一工作我们诊所就三十几个病人你知道吗 今天我到下午三点钟才吃到早上的饭 哎呦 因为其实有点short front desk有一个在休息嘛 那争取以后我也吃饭on time 因为不能老说病人吃饭我不吃饭这也不对哈 对对对 我们听得这么精彩 这么部落俗套的一个中医啊 我们想知道如何来到刘医师这个地方来做一个appointment 然后你们诊所的地点在哪里 好那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诊所是located在San Jose Oakland Road和Broco的地方 1630Oakland Road 我们诊所呢 如果你需要打电话过来预约的话 诊所的电话是408-436-8055 408-436-8055 最近诊所有点忙 如果不接电话的请你留言 留言 对请留言我们会尽快的回复你的 你们都收保险吗 我们收保险 我们几乎E-Network I-Network都收 所以我们除了针灸的保险收 我们的chiropractic 基础整形 我还有专业的基础整形 是也收 所以大部分诊所不收的保险 我都会收的 所以E-Network I-Network都可以的 是 那根据我对您的了解 您哥哥在中国一共有开了30多家的分诊所 但您也有这个宏愿 也希望能够慢慢的把您的诊所这一套技术继续的发扬光大 也一家两家的这么开 那我也祝你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慢慢实现您的愿望 那您觉得现在在西谷湾区的中医大学这么多 那这些人才都是可以有他发展的空间的对吧 我觉得一个人想发展的空间需要recognize他 你要给他机会 要给他patience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一个好的leader 就是我使劲干 使劲拼命 在20多岁的时候就有60个员工 我记得我开会的时候早会晚会 我戴着白手套 每个房间检查 有时候一看不干净出来 我就sensitive 我就酷 我就觉得说我都这么努力的 怎么你们还这样子 其实现在想想挺可笑的 我父亲就说我的女儿是最好的女儿 哭的时候都是给员工开会的时候 然后讲着讲着还在笑的时候 一回头让他偷偷流眼泪 来美国之前的时候呀 我那员工啊 他们都给我送花 看我try的非常hard 但是到现在讲电台 可能我的员工他听不到都在中国 但是我觉得我对他们挺亏欠 因为我不是一个好的leader 一个好的leader应该是不这么sensitive的 另外是你要给他机会 你说我一个leader 我天天进去干活干活就干活 然后一看人家做得不好 我就说你这个压得不对吗 批评到最后之后 人家都变得很sensitive 人家心里边对我又喜欢又害怕 你知道吗 见了我就害怕呀 你说能做好工作吗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在哪个大学里边毕业的 你不管你是年龄大 年龄小去学习的 特别是年龄大的 我就特别的佩服你 因为在年龄上你还做出对你的人生迈出新的一步 所以就是祝福你继续加油这样子 我相信只要你的老板能给你机会 你都可以做好的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他是洪霞中医师 他的诊所是在1630Oakland Road San Jose 预约的电话号码是408-436-8055 408-436-8055 如果朋友们身上有任何的痛症 推拿的确是最有效的一个中医的方法 谢谢你 好 谢谢周老 谢谢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宏伟中医自1993年成立至今 在中国已经有35家分诊所 二十几年来受到广大患者的医治好评 2007年 红伟妹妹红霞来美成立了位于San Jose的 红伟Medical Group 汇集了多名高素质的针灸师 脊椎整形师 推拿理疗师 组织各种颈尖腰腿痛 欢迎免费咨询 408-436-8055 408-436-8055 苟年行大运 美国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 股票代号CIIX 旗下推出最新比特币和区块链最新网站 www.newcoins168.com www.newcoins168.com 最新比特币和币圈行情 参席师研究 新币介绍精彩信息 加入会员就送8块8毛8比特币 微信加入 Warren Wang 2018 WARREN WANG 2018 FriendLiu利用独到的交易技巧 在具有挑战性的市场中 销售价再创新高 Coobertino标价180万 成交240万 Sunnyville标价230万 成交290万 同时目前 FrankLiu积极开发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 对接买方与卖方的地产投资交易平台 RERPA Framework 请致电408-313-2688 408-828-0600 邮箱FrankLiu1268 at gmail.com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最新的长期护理保险 两人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受保险领赔 如您有三高 也可以让您承保 免费教育讲座 时间7月21号周六下午2点到4点 刘座请致电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梁小姐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日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外 第三家 也于SanMitta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 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好消息 我们最近推出不查收入的贷款 适用于买房贷款和重新贷款 特别是收入低的 拿W2的贷款人和自雇职业者 外国投资者也可以贷款 有兴趣请找张力 电话是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电邮到 LEE at LEEZHANGCORP.COM LEE at LEZEN CORP.COM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David黄时间 David你好 你好周恩 介绍黄晓东先生 他在湾区保险业界纵横了20多年 在保险理财方面 有非常多的专业的知识 特别是专长于 长期护理保险这一块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这个越来越多人关心的问题 David你好 你好 长期护理保险 为什么要趁早规划 优势在哪里 对长期护理 现在这个问题 也是大家越来越 越关心的了 因为人到了一定年纪 当然就是要准备退休嘛 那么准备退休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你有再充足的资金 如果没有把长期护理 这个漏洞给堵住的话呢 那恐怕还是没有完整的一个规划 不但没有完整 而且以后财富就会从这个漏洞跑出去了 嗯 说得很好 我想多论你自己对长期护理也相当了解吧 我们也有聊过 那么在美国呢 大概有70%的 这个是官方的数字啊 65岁以上 有70%的人将来会用到长期护理 那么如果你是初负两年的话呢 有高达90%的可能性 其中一个人会用到长期护理 所以这个是一个官方的数字 希望大家了解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你用到长期护理的时候 要有多少人想要让自己的家人照顾自己呢 对吧 嗯 我想这个应该不是最好的一个状况 那么你要花钱请人 在湾区如果是个私人的这个房间的这种 一年大概将近要用到10万块啊 那么如果有人住在里面3年5年 那么你自己可以去算这笔账 50万住10年就需要100万 你便宜一点在家里面请个人照顾 一个月大概有五六千啦 现在啊 这是现在的数字 以后还不止这些 哎 以后的这个通货膨胀嘛 对吧 这个每一年大概3%那你就算 我们有人做过了一个预估 大概20年以后呢 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这个通货膨胀率的话 对吧 一年大概要花到将近14万的一个费用 14万 照顾一个人 哇 照顾一个人 那么你想想看 我们当然湾区的人都相对比较这个有钱啊 房子动不动都100多万 哦至少 但是就是再有钱 对 你也听不起这样遮躺花掉 对吧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你这个退休金都给花光了 又要卖掉房子 那么还要连累到子女 那活着还有什么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对对 说的很对 就是有一个最糟糕 比那个生病最糟糕 更糟糕的情况 就是生病又没有钱 对吧 对 还不如走了 对吧 也走不了啊 所以为什么要找规划 就是找规划的好一个原因 就是说你年轻嘛 你如果健康还是健康的话 保险公司才会收你啊 等你老了 那个年纪大了 你要保有钱 保险公司不一定要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年轻的时候 价钱肯定是比较便宜嘛 嗯 你趁早把这个便宜的规划先做好 那么等你这个要用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所以这个是越早越好的原因 对 David 你当然是尽量要帮助 有兴趣要来买长期护理的个人 或者是家庭 但是在您从事财经理财这方面 这么多年 您的感觉 您说趁年轻买 到底几岁是够年轻呢 对 很多人都问我什么时候买最合适啊 我觉得如果你超过了50岁 你就可以去考虑这个规划了 因为最近我们其实也做了蛮不少 这个50几岁的啊 开始他们就觉得 哎呦我为什么要这么早买 长期护理不是到老了才用吗 对吧 可是我跟他一算 如果你延迟到60岁 你的价钱就要double 那么你到70岁还要再更多 所以基本上你这个钱 你第一你年纪越大 那么你的这个钱付的真的要多很多 所以等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 那如果你之前没有买 现在已经70了 那么你现在来买 当然还是比你再等下去要更好 是 嗯 OK好 那长期护理保险有什么选择呢 还有怎么样买法呢 啊对 长期护理呢 基本上现在有两个不同的这种保险啊 那么一种就传统的就是一直付保险费 然后这个保险费呢 付到你开始用就不用付了 嗯嗯 但是这个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保险会会涨上去啊 它会不断的给你增加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你万一用不着那个保险 那你就人就已经走了去见上帝 你的钱呢也回不来 哦呦 全部给了保险公司了 嗯 那么还有第三个呢 你每个人自己单独要买一张 你跟你太太 因为你不能赌说一定是你太太或者是你嘛 所以你买两个保单 那么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人用这个方式了哈 因为现在卖的这个保险公司卖这些保险的也不多 选择也真的不多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体要很健康 嗯 它才会收你 那么要挑的 然后另外一个选择呢 就是我们结合了这个人寿保险跟长期护理 那么这个特点是如果你开始买你的价钱就不会涨了 它就会锁住 哦 保费锁住 对 保费锁住 那么第二个呢 你两个人可以买一单 那么这一个保费就可以保两个人 嗯 那么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万一你用不到这个长期护理的话 它还是一个人寿保险 再来我们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那这些钱你付进去的都可以给到你的子女 等于就是说你并没有白花 OK 用不完的就变成死亡理赔 那但是用完了的话怎么样 还有死亡理赔吗 用完了就没有死亡理赔了 所以它这个主要的目的还不是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只是一个附带 对吧 那用完了人寿保险它就还有长期护理 长期护理呢可以一直终身的保下去 I see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保单的一个特点 因为现在市面上传统的长期护理呢最多只能保六年 一个人保六年 嗯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最常用的一个中风一个老人痴呆 对吧 哦那那个就一直用下去了 哎我们这个计划就可以让你一直用下去 嗯 如果你买了传统的这个长期护理呢 就只有六年的时间 嗯 完了还是你要回到自己掏腰包的情况 啊 好那明白了 David 这样子听起来这一种长期护理保险 它的功能都已经弥补了刚才前面介绍的三种长期护理保险 那这样听起来好的保险是不是保费会很贵啊 啊对 好问题 那么这个贵呢 很多人以为说你这个保费要付很多 但实际上呢并不是哈 我们做个比较 如果你两个人60岁跟这个传统的这种保险公司买这个传统的这个长期护理加起来 跟我们两个人和买的一单价钱是差不多的 我们并没有比它贵多少 嗯 但是呢这个好处很明显 第一我们价钱不会涨 它有可能涨 第二我们有人送保险它没有 第三我们是终身的长期护理 那么它呢就是只保六年每一个人对吧 嗯 所以这个贵呢我认为是很值得 就是说并不是贵 你是要比较有比较才有这个区分嘛 那么另外呢有些人干脆呢也有一个方式就是用一笔的钱给它缴下去 嗯 怎么缴呢 它可以用它的3k的钱或者它有一些现金放在那边没有用 我们给它4%的利息嘛 但是这个比方应该好 我干脆一笔给它缴清了 我不要慢慢缴 这样也可以这样就更省 还可以给4%的利息 对对 这个利息最后算什么呢 因为你买的这个保费是固定的 比如说你放进去20万 对 你比如说放进去30万 就是一个家庭保两人的 对对对 这个利息跑到哪里去了呢 对对对 这个利息就存在这个现金价值里面 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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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谁应该要去拿长期护理保险了 那拿到的这笔钱是每一个月每一个月拿 那拿的这些钱咱们到了年底要不要交income tax的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对如果你是买我们这个这种保险的话 它是不用交这个income tax的 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我们用税法7702b的一个税率啊 所以专门是长期护理的这样一个保险 那么这个是不用交税的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现在市面上呢 有些人呢 把一般的人受保单的这个我们叫做负约啊 就是重大疾病的负约提前提付 把这个作为长期护理 其实它不是长期护理 它把它作为这样子来吹销 但是呢 当你要用那点钱的时候 将来好比说 哎我本来买了50万 我现在一下子要拿出20万 我要长期护理了 我要拿这个钱来做税用 嗯 那个钱是要交税的啊 那个钱只要超过了10万一年 嗯 那个政府呢 就是要让你去交收入税 所以要小心 两个问题 对 对 第一个是 赴约的英文怎么说 刚才您提到赴约 赴约叫做RIDER 哦RIDER RIDER 好第二个问题 如果买的是您今天介绍的这种长期护理保险 每一年如果拿到的福利超过10万块钱 还是不要交税的吗 还是不用交税的 对 哦 它因为它这个呢 就跟传统的长期护理保险 它的这个税率是一样 就是这个TESCO 我们叫 这个交税的方式是一样 就是不用交税 因为它等于是 严格的定义上的就是这个长期护理 就跟刚刚您说的两件事情不能做 这一天六件事情两天不能做 嗯 或者它有这个老人痴呆症 或者是Parkinson 这两种疾病 其中一种 医生只要诊断确诊 他就可以来用这个钱了 嗯嗯 是 好 其实我们强调的是 每个人都要仔细的练身 养生 自己不要生病 对 可是真的有一天生病了 嗯 其实我听很多人说 有一个配偶如果生病 那另外那个配偶呢 就是那个生病的配偶的long term care 即使如此 也让这个活着的配偶呢 累得不轻 那如果自己已经提早做好准备 要如何去claim这个long term care呢 也要注意自己挑的是哪一个agent 因为申请long term care的benefit 还不是一般的人就随随便便便便了 就可以满足这个保险公司的需要的 所以我们要找一位在业界已经很有经验 并且呢又够年轻 可以帮助 除了可以帮助你买到长期护理保险 也要可以帮助到你以后申请 还可以非常有效的得到benefit的 的这位长期护理保险的经济 才是值得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 经纪人的 在本周六七月二十一号 就由David黄他们的公司 举办一场 关于长期护理保险的教育讲座 地点是在Fremont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梁小姐报名 我们现在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千万不要走开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最新的 在长期护理保险 两人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数保险领赔 如您有三高也可以让您承保 免费教育讲座 7-56座不同商务车型 满足您的各种出行需求 新翼旅行社推出客制化旅游服务 无论您是企业奖励旅游 员工旅游 商务差旅 个人家庭包团 境内外旅游 新翼旅行社保您一路畅通 详情请上网 www.marysontravel.com 或指点408-727-0570 727-0570 MaxRail Cupertino 以超过十年的专业诚信 欲满弯曲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ail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ail 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lose Deal MaxRail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ail Cupertino 请下Vila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GMCC计划多 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快速Closing Jumbo Loan最低20万起 220万买房 只要10% 无贷款保险 超低利率 可用RSU 用Departure Rental 无需两年出租记录 贷款专线 以866GMCC为 GMCC万通贷款 南北加州共8家分公司 成征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短信650-996-1982 650-996-1982 或电由info at GMCC Loan.com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完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408-720-6800-408-720-6800- Broker Owner 内产买卖 物业管理 贷款和重新贷款 董燕杰 南开中学 清华大学 斯坦福大学校友 电话及微信 650-867-1248 650-867-1248 650-867-1248 长期护理真的 现在已经非常普及 很多人都有这个认知 长期护理的必要 可能是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啦 朋友啦 都有这个需要 没有的人就是长驱短碳 并且日子过得非常的辛苦 如果有这个长期护理保险 并且已经开始拿了福利 不但别人替自己开心 自己家人也替自己开心 当然了生病是痛苦的 但是有保险公司 来替我们支付长期护理的 琐碎的昂贵的开销 自己真的是轻松很多 听说买长期护理 还可以省税 有这回事 嗯 对 长期护理呢 就是 他的这个传统的这种 长期护理呢 是他的费用呢 可以作为你的医疗费用 就是来作为你的 当然你要达到一些 总收入的一个百分之 10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门槛 那你就可以去扣税 那么每一个年龄呢 他有不同的扣税 比如说你六十几岁 每个人每年有四千多块 加钱就八千多块对吧 那么我们这种 就是要讲的这个长期护理呢 刚刚不是您提到这个负约吗 因为我们有一个负约 是可以让他保终身 没有上限 是市面上唯一的一家 这个买负约要不要另外花钱呢 对这个负约要另外花钱呢 对 但是他的好处是什么呢 负约的这个钱 他的这个保费 花的这个钱 是可以用来扣税的 I see 作为你的每年的这样的医疗费用在一起 来扣税 对对对 谢谢解释 好 那这个就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就是买了长期护理 的确是在某一方面是可以省税的 但是有人又问 哎 我已经有了年金了 年金就是提供固定收入的呀 并且也是我活到几岁就可以拿到几岁了呀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再买 Additional的长期护理保险了呢 David 对 很多人已经买了年金 那么年金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用来 付你的这个老年的收入的各种开销啊等等 对吧 那么有很多人买了年金呢 但是他仔细去看一下他的年金 给他每个月付的钱啊 那么一般来讲呢 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年金 如果等你年纪大 你大概的付出就是他给你payout的 大概就是5%到6%之间 对吧 所以你如果有10万块 那么你一年呢 5%那就是5万块啊 对不对 就是5000块啊 5000块 那每个月就不到500块 所以你如果要长期护理 比如说要一个5000块钱一个月 一年6万块的这样一个coverage啊 我们说才勉强的够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要超过100万的这样的一个钱丢进去 这个年金才够花 所以大部分人可能没有买这样的年金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你就算有 你也不见得全部就是用来做这个长期护理 你可能要其他的生活开销还有等等 对吧 所以呢 用年金大部分可能是不够用这个长期护理的一个状况 因为你如果就算你有50万 你一年就只有两三万的这样的收入 这样是不够的 这样是不够的 对不对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你中间万一需要把这个钱又拿出来 你这个年金各种各样的情况 对吧 你可能说要用 要退休 开始没有用长期护理的时候 你可能要拿它用来做别的立场 这个作用 你要转 那你的这个payout就更低了 所以呢 就是其实有一种啊 如果很多人喜欢年金的话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portfolio 就是我们的产品里面 也有一种呢 是用年金转换成长期护理 就是你这个年金不要动它 不要动它 它也可以跟指数连接 也可以去证利息等等的 但是将来当你要用长期护理的时候 它呢就变成长期护理 可以让你一直付这个长期护理的费用 嗯 还可以终身来用 嗯 这样就变成你又是年金 又是长期护理 看你要用哪一个 这听起来不错呀 哎有这个产品 现在这个是一个新产品 新产品 在这个讲座里面也会讲到这个 哦 就不光是前面提的人寿保险 我们又多加了一个指数型年金的长期护理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通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听 嗯 对这个要多了解 那么 但是如果我单纯的从税的角度来讲 年金拿出来用是要赴税的 那它堂而皇之的改变成是长期护理的福利 又符合不付税的category了 这行得通吗 行得通 对 它这个呢 因为它又是符合长期护理的这个 费用的这样的一个税法 对吧 所以当它作为长期护理的钱来支出的时候 它支出的这些钱是不用交税的 嗯 但是如果你还是把它作为收入拿出来 没有Coreify那个长期护理的时候就先用了 嗯 那这样的话 那个收入就要交税了 嗯 要看到的时候怎么用 好 那David如果我现在有一笔年金 那我也已经有了长期护理保险了 那我今天听到了这个计划 我非常的心动 那么我就可以把我年金的资料交给您 您就可以把它买成又有长期护理的功能的这种计划 那么就变成我长期护理福利以后可以拿多一点了 并且也适合了这个年金 如果不用长期护理我就拿固定收入 当然payout会继续减少 但是需要用长期护理我就可以拿更多的钱 也可以免税了对吧 对对 可以这么加的啊 OK 对这个就是一个转换 我们叫1035的转换 哦这要经过1035 exchange 对对对 你转换了以后呢 你就不用交税嘛 对吧 要不然你就增加的部分在那个原来老的年金交来交税 你转过来之后呢不用交税就第一个 第二个呢将来如果你要用变成收入一直累积交给小孩的 你不要自己用花的也可以 或者你要用成收入或者呢就变成长期护理 长期护理的话 当然你一块钱呢至少变成三到四块 嗯 就是有一个杠杆的作用 而且还可以终身的看过你的长期护理 哦就是啊 不用担心了 对对对 就死前活用了 那有什么缺点呢 如果做conversion的话 如果你做conversion呢 当然你如果原来的这个年金还没有到期 你转过来呢可能会有一些些的这个 就是小的penalty 对对对 可能有这个 所以要注意 对对 但是如果很多年金有一些已经超过了 那你可以先用那个钱 啊那就free and clear了 好那另外的人说 嗯David我已经买了人收保险了 或者是我有stand alone的传统的长期护理保险 嗯我想想看我是不是需要再买 其实长期护理有的人买得多 以后需要用对自己照顾的真的是无微不至 那么对于这一类的人群 您会怎么样建议他们呢 对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啊 首先我们讲人寿保险 有些人买了人寿保险呢 但是这个人寿保险呢 如果你很久以前买 以前是没有长期护理这个功能的 那么人寿保险功能跟长期护理是完全不同 他们等你走了以后 百年归老了你的小孩拿钱 你根本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那么所以有些人有这种情况 他就会跟我说 我可不可以把老的人寿保险拿来做换 转换 因为我那时候 年轻的时候为了小孩买的 现在小孩都有小孩了 对吧 那我根本不需要这十万二十万的人寿保险 那我没有长期护理 那我可不可以用来转换 可以的 我们也帮过不少大概五六十岁的 甚至有六十几的 把他的现金价值转过来 变成我们的这种一举两的 这是一个 第二种呢 最近这十来年买的人寿保险呢 有很多是有附约的 就是重大疾病的这些附约 当你有了残障啊 有了生病啊 你可以拿钱出来用 那么有些人就把这个作为 以为是就是长期护理了 这个是一个误区跟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你的这个人寿保险呢 他用完了 你就没有长期护理再继续用下去了 最多就给你用到四五年 而且因为每一个月呢 你二十万的人寿保险 折成长期护理才是四千块钱 四千块钱一个月 对它百分之二嘛 它只有传统就是百分之二 四千块钱用五十个月就用完了 用完了就没有了 哎呦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还是还是不够的 然后第三种 买了传统的长期护理呢 那我认为呢 如果你觉得你买的不够 你还是可以再加嘛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传统长期护理 一般刚刚讲嘛 五年六年它就花完了 对吧 嗯 那万一你有这种中风 或者Alzheimer 这个一波就十年八年以上 你还是不够的啊 那万一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如从前怎么办 嗯 对万一身体状况不如从前 那要看你现在是怎么样的身体状况 如果你只是有一个小毛病 就是肠药病啊高血压啊 然后吃个药可以控制的 这个情况还是可以接受 当然你如果已经诊断 已经是这个有中风前倒 或者有这个心脏癌症这一类的重大疾病 那可能就太晚了 是是 那投保 那你们今天所提到的长期护理保险 需要完整的体检吗 对 如果你的身体基本上是健康的 是不用你去做这个抽血面上 这些这样的体检 只需要做一个电话访问 给你访问完了 如果你是欠缘欠缘的 那你就可以去 要不就是可以提准啊 嗯 所以不限的一定要体检 当然如果你有些身体状况 那有可能要 大部分要需要体检啊 那看个人的情况 大部分健康的人是不用的 嗯 好的 今天学习了好多又很深入 并且一些新的概念 值得我们继续来了解 看看自己 或者是自己的亲戚朋友 也有此方面的concern的话 希望带着亲戚朋友一块来参加 本周六7月21号下午2点到4点 在Fremont David Huang的办公室 所举办的这场 长期护理的教育讲座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梁小姐报名 感谢你David 谢谢 好 谢谢周乐 大家晚安 听众朋友 今天节目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也谢谢您的陪伴 我们明晚期待 再见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